你知道发生什么不知道 不知道 你最关心啥 渔船 我最关心 我再报一下 我回家 当时我下了这个骑射放的口令之后 阵地上哒哒哒哒哒几声响 隔了三到四秒钟吧 又一声响 这个情况它是不够体现出我们平时训练水平的 我就很火 我拿起电台我就问哪个泡慢了 这位灵的硬力发生 你不相对 起来 因为演习就是打仗吧 所以说我就转身过去看了一眼 结果发现它是一枚危险弹 当时我在抽身的话就有点来不及 然后就被击中了 现在最想的是 就是早日能够回到旅队 继续在我的工作岗位上 继续完成我的工作 看视频上澎湃